今天最高气温39度 天气是真热 最近有网友问你说 这个打包草夏天三次湿度会不会坏 还有就是冬天会不会冻 冻了这个可不可以喂牛 这个打包草其实不怕日晒雨淋 也不怕上冻 但是冻的草不能喂牛 喂牛容易造成这个牛腊息 或者是造成这个母牛流产 然后等这个冻草化开了 同样可以喂牛 但是这个打包草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怕破 比如说我们搬运过程中弄破 或者是耗子咬破 这个草就会发明变质 大家看这个草不是挨着喂牛的 它是敲着耗子咬破的鲜味了 所以看着这个草是乱七八糟的 这个木草膜倒是质量挺好 以前放的最长时间有两年 在这里曝晒也不会坏 但是两年以后感觉这个膜也就不太结实了 我们做这个青柱打包草 要根据我们的规模 一般够当年用 有一部分剩余就行 等太多了喂不了 也是占地比较大 因为这个青柱打包草 没有青柱池省地方 占的面积比较大 还有就是时间久了 耗子一旦咬破 当时发现不了 等喂的时候就全部坏掉了 好